对于仁爱交的局势,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我们的立场 我想强调的是,在仁爱交问题上 非方是不断侵权挑衅、激化矛盾的一方 我们要求非方不要背信弃义,不要制造事端 我想说的是,首先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交坐摊这个行为本身就是非法的 那么非方还一再地挑衅、激化矛盾、升级事态 这个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对于如何处理这个问题,中方已经反复阐明了我们的原则立场 我们希望非方不要再继续制造事端 而是要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